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图 假如让你做危险系统最大死亡率最高 但是贼挣钱最有权的职业 你 做嘛 摩天龙窗户清洁工 嗯 那是印度人的专利 直升机线路员 不划算的你还得过个人开直升飞机呀 马戏团飞刀女助手 嗯 钱都让人飞刀的给赚了 那是啥职业呀 嘿嘿 中国古代皇帝 等等 你说的可是拥有后宫家里三千 没事喜欢玩翻牌子这种极限运动的皇帝 就是他 据不完全四周五入统计秦昌汉朝三国晋朝五湖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宋朝近寮西夏元朝明朝清朝还有南明北元李四成张献中以及太平天国红有军还有仅两个月的袁世凯加起来一共408位一共有61个人被杀了呢 而且杀他的人那就一个数啊什么大城宦官外敌都是小儿科这大帝人竟然是他亲戚老爹老娘儿子儿子侄子兄弟姐妹甚至做父祖母只要真情代顾的就有风险呢 当然还有非人的杀手什么丹药啊大便呢等等 大便又是几个意思啊 春秋时期的近景宫正好吃粪子的时候突然肚子疼 蹭蹭蹭去上厕所了 结果掉厕所里给淹死了 淹死的 这在多高的粪池啊 我说古代怎么这么多寡妇呢